我們來看一下第六題 它所有有兩個循環小數 一個是0.76循環 然後另外一個是0.4循環 然後其實這種分數表是這個答案是多少 好 第一件事情這個為了讓你看懂 我們練習一下吧 什麼叫0.76循環知道嗎 0.76666 注意啊不是766766 一般上面只要六一般做循環動作而已 會啦 好那它等多少你知道嗎 記一下吧答案之內 90分之76 減掉7 怎麼想的 記一下 你看那個小數量後面一共有幾個循環的 有循環的就寫幾個9 沒有循環的呢就寫0 所以76的話呢 因為6有循環 7沒循環嘛 所以就寫90 然後接下來呢你把它數字寫一遍 寫76 減掉下來 減掉那個沒循環的數字 那就是7 這樣會啦 可以 所以答案可以多少等於 90分之69 OK 那這等一下再約一分 好 另外一個0.4循環的話呢 答案就是這個 9分之4 會嗎 一樣 0.4循環只有4循環 這個數字循環而已 對不對 再來做減9 按著4循環也是 這樣子 所以兩個相加就可以 所以答案就是 90分之69 加 9分之4 那這個的話 我可以建議是直接就合併了啦 那等一段 90分之69 加 40吧 會啦 會啦 所以答案等於 90分之109 90分之109 OK 會嗎 好 那是答案 那這邊的話 我順便幫你複習一下好不好 因為怕你不太會 練習一下 如果我這邊顯示 0.1234循環 注意的是0.12只有34循環 那你怎麼寫 你要寫一次 9900 因為兩個三次 三次循環嘛 一樣12的循環嘛 不行 9900 然後上面寫多少 1234減掉12 這樣會嗎 會啦 想要知道為什麼嗎 好 告訴你為什麼 恭喜你們 賺到了 來 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用剛才那個76循環來解釋 解釋這件事情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0.766循環對不對 做法是這樣講的 我們假設這個數字等於x 所以乘10倍 這天性又會變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他會變成7.6循環 就是7.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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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嗎 好 這個不是第一次 接下來呢 再乘100倍 x 乘100倍 你知道人出了什麼結果 會變成是 76 一點 6循環 為什麼 因為你說要撐4倍而已 這個6又往前1 1位嘛 但是問你後面還有幾個6 還是有無限多個6 好 那這個是 第2 4 會啦 接下來 你把第2 4 跟第1 4 相減 來 2 減1 所以 100 減掉 10 90 一個10 好 重點來聊請問你 76.6循環跟 7.6循環 答案會不會都算知道嗎 答案會變成的是 76-7 你一定會有疑問 老師 後面那個6 因為後面是0.66666 這邊也是0.66666 剛好消掉了 聽懂嗎 所以答案出來了 x等於90分之76-7 就剛才我分享這個方法 就是總共幾個數字 幾個循環就寫幾個9 沒有循環就寫0 然後呢 用全部的扣掉被循環的部分 我告訴你 你看為什麼 其他的也都是一樣的方法 譬如像這樣講 取那個0.1234也是一樣 像這個也是一樣的 像這個也是一樣的 可以順便提醒你 這個等一下給你 都給你了 如果你用0.1234的話 方法也是一樣的方法 現在怎麼想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乘100倍 所以100x就等於12.34循環 然後呢 一樣乘以1萬倍 那就變成是1234.34循環 然後兩個相寢 就變成是 9900x分之1234-34 因為那34循環 剛好消掉 所以答案出來 答案就是變成 是該講的 9900分之1234-34 2-12 2-12 講錯了 2-12 這樣會了 OK 所以是一樣的方法 只是說 如果你有記得的話 會不會比較快一點 直接告訴你自己算 這樣子 會了 好 好